如果真的罷韓成功的話 我們民眾黨有派誰出來選嗎 是蔡壁如嗎 她是不是戶籍已經簽到高雄去了 欸 主席我根據昨天蔡壁如委員 她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她說你最近都沒有在比她勒 她壓力已經輕很多了 真的 那其實因為最近大家一直在想說 我們會不會如果在罷韓真的 韓市長他如果真的被罷免成功的話 那是不是民眾黨有可能會來派出人選 那其實現在說老實話 這件事情我們都還沒有定案 那包含說到底人選是誰 或甚至我們要不要去參與補選 其實現在我們都還沒有確定說 真的要去投入或是相對有一些作為 那有關在昨天蔡壁如委員她有提到 其實她近期她去高雄的時候 因為她是我們這個民眾黨組織部的叫集人 她其實去當地了解了一下 她發現其實支持韓跟想要罷免韓的 其實大概一半一半 她目前聽到的聲音感覺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要看之後 韓國瑜市長她可能針對在近期防疫的方面 她有沒有做出一些更具體 然後甚至更得民心的一些行為 那或是可能她近期就會有一些爭議 比方說可能在普塞議題上面 或是可能在演習的議題上面 這到底是讓她加分還是失分的 我覺得這可能是近期在韓市長方面 她要去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民眾黨是下去高雄用觀察員的身份 我們是一個複雜的概念 複雜的概念 我希望我們用觀察員的身份加入WHO 因為其實根據主席她也會最想要的是 我們並不是只針對高雄 我覺得既然作為一個政黨 你在各個地方你要去了解民情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那不只是在高雄 我們可能近期在其他的地方 也陸陸續續的可能去當地 然後去了解說有一些地方人士 他們想要得到怎麼樣的幫助 那可能在委員這邊的話 中央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這種 法律上面制定的一些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交流 可以讓彼此更好的地方 所以說這個 聽到我們發言人這樣講 就知道我們其實真的不是三分發展市政 七分發展檔務 但是有心人士一定會這樣講 你看看這個留言 那個王世堅辦公室主任一直在留言 很認真 說句公道 韓國瑜真的民調跟民眾黨 柯文哲在伯仲之間半斤八兩 都是倒數一二 這個反正喔 我做什麼都不滿意 還好今天沒有請王世堅來 要不然我都被他罵得幾乎完乎 對不對 但是不要緊啦 人在做天在看 有在做事情沒有做事情 大家知道就好了 這不用跟我們討論 Yahuuu Yahuuu 好 感谢观看